前阵子马司令的一句且行且珍惜的为文章出轨门画上了一个段落式的句号 现在小两口似乎也已经回归到了平静的家庭生活当中了 而且据说在今年的下旬的夫妻俩还将再度合拍一部新戏 目前也已经在这个积极的筹备当中了 一身红色休闲服外加黑超专面4月18日 文章现身上海机场有之前人士爆料文章此行是要和马一令一同飞往北京 不过蹲守的摄影师并未拍到马一令 前一阵子夫妻二人会面编剧 文章这次很可能是为了新工作开始奔波 而出轨门中的姚迪还深受负面新闻的影响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文章曾要圈中好友吃饭 请各位兄弟关照姚迪 据悉此前文章一直在筹备自己的电影导演厨女作 女主角本来一定姚迪蛋糕 两人在今年2月还专程前往美国洛杉矶微信片看镜 不过如今东窗事发 这部电影的拍摄估计要无限期延后了